作为向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7周年的献礼 以及庆祝太阳节的重大活动之一 朝鲜平壤大城百货商店经过一年多重新装修之后 于近日正式开门营业 大批民众慕名而来 现场十分火爆 中心设计者在位于平壤市陵罗大街与产院街交叉路口的大城百货商店门口看到 距离商场开业还有半小时左右 门口却已挤满了大批顾客 下午二时商场准时开放 顾客蜂拥而入 商场入口处设有服务台 顾客需将随身物品放入布袋中 统一封住袋口再自行背入 大城百货采用现代化大型商场装修风格 共六层地下一层地上五层 一层为超市杂货区 售卖各式干粮饮料等零食产品 记者在货物柜前看到可乐的包装瓶上写着可可香碳酸饮料字样 一瓶250毫升的可乐售价是900超币 除可乐外货柜上还码放着苹果 波罗等各种口味的果汁饮品 一包写着素食面条字样的方便面售价在1900超币 商场中随处可见拖着购物车的顾客 有人拿着货品仔细端详包装袋上的介绍 在烘焙食品区 源自中国香港的特色小吃鸡蛋仔和比利时华夫饼 吸引了众多食客排队品尝 玻璃屋内店员忙着分装甜品和饮料 商场授音台前人头攒动 人们拿着货品排队等待付款 城府梯登上商场二楼的综合销售区 首先看到的是成人服饰展销区 华丽的民族服装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一件女性的连衣裙售价在3万潮币左右 而男性的衬衫和夹克售价均在1万潮币左右 商场中印着朝鲜模特 穿着新款时装的广告牌随处可见 商场二楼左侧设有电子商品区 4K超清液晶电视机 双门大功率电冰箱等家电均有售卖 液晶电视机显示屏售价4万潮币左右 一台内存500G的笔记本电脑 则标价7万潮币左右 联想 佳能 菲利普等品牌的各国电子产品均有销售 记者在商场三楼的鞋包及其他高档产品区看到 货架上不乏一些国外进口商品的身影 美国扣持手提包 瑞士劳力士手表 日本SK2护肤品等都有陈列 一名朝鲜售后员告诉记者 虽然是开业首日 但不少产品已在几小时内就售庆了 商场四层是餐饮区 以朝鲜当地菜系为主 水吧 铁板烧 还是烤肉等柜台前挤满了顾客 同时也设有亚洲 欧洲美食区 顾客可以任意选择各种风味的美食 据悉 平壤大城百货毗邻平壤第二室馆区 是目前平壤市大同江南侧唯一一座大型综合商店